如何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 均衡布局 近日 全国政协委员 江苏省人民医院院长刘云 在接受中国新闻社记者采访时建议 加大对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的扶持力度 多方协同推进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刘云曾获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国三八红旗手等称号 作为新当选的全国政协委员 刘云一边工作一边调研 你带两份建议赴北京参加全国两会 我这次准备了两个建议 一个建议就是围绕着中国干脂包产业这个方向的 另外一个就是国家幼稚医疗资源下沉这个方向的 为了做好这一次的提案工作 我们在几个月前就进行了详实的调研 这次我的提案主要围绕着我们国家生活产业链 整个体制的完善方面做了一时工作 特别是聚焦干脂包的这个原料 生产工艺以及相关生产物件的这个匹夫 刘云长期关注百姓看病难等名声问题 她关注到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目标 旨在主动调整优质医疗资源结构与布局 推动患者在区域内解决看病就医问题 目前国家也出台了一时的政策 助推有着资源能够下沉到相对不落的区域 当地政府的支撑力度在不同的地区 可能会有不同的区别 包括我们是制设开展 也会有不同的差异 在这个环境管理上面 我们也有很多的工作可以一起来推进 刘云希望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以多方协同的方式 推进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试点地区政府部门履行引导协调保障职责 形成内部高效协同工作机制 统筹各方关系解决实际问题 输出医院与依托医院双方有效配置资源 明确责任和定位实现供应发展 如何激发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也是她重点关注的领域 刘云认为 临床创新是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 质量保证的关键 她建议营造支持创新临床研究的政策环境 在生物医药科技领域的规划中明确发展方向 引导整体布局 推动创新变革 整合多方优势资源 打造生物医药创新生态系统 提高科研成果的使用效率 加强创新转化平台建设 建立高水平的技术服务支撑平台 实现临床研究区域化协作与共享 建设高标准伦理及遗传资源管理体系 建立医院间和区域内的伦理审查结果 互认机制